好,回來,新歌,黃明志,秋生,李渣輝 有時候這樣說,渣輝,有些人說,為何不找張耀陽,你要張耀陽仔才行 黃明志,有多少人會夠膽埋他身? 如果現在這些古惑仔,就算鄭醫健也未必肯制,其他就更不用說 只剩歌的角色其色,不需要有網友想深一點,不用的,自己各有各的領會就可以了 我就覺得他是跟古惑仔致敬,難道還有其他東西嗎? 好了,秋生我一向喜歡聽他唱歌,我有去唱碟的,《地咪搖滾》 接著那次《男人40》,《摩得勾》那些,我有買的 《地咪搖滾》拿獎,拿最佳新人 沒有金獎的,沒有金獎的,我挺喜歡的,他是另外一番 和《大冷堂》也是另外一番 好了,先講講新聞,嘉賓到了 山寨版周杰倫重回突然暫停,據說因為入場費很高,惹到正版的粉絲不滿 我覺得很奇怪,正版粉絲不滿,關你什麼事? 但是,你說會不會因此而有很多壓力呢?我不知道 據他的經理人就說,說說黑輪 他最近說,喉嚨不是很舒服 就是這樣解釋而已,遲些也會出來唱的 至於你說,版權問題呢?反而是因為有人 例如說五腳,用他的形象去拿錢 這樣就真的要,你要談好版權,要去唱他的歌 沒什麼特別的 反而這件好笑,胡有平救人遇難的事件 我想,詳細,我想大家最近都在說這件新聞,沒有什麼特別的 你問我,我就知道這樣說,好笑 你怎樣spin呢? 之前每天都說,這個是異事 殺人,刺人那個是異事 但是一班那個,什麼無犯市民長 被這個胡有平女士,立刻就說 中國人勇救日本人 至於那些怎樣去避重就輕,不去報道 那些我們不說了,大家熟了不得了 但是最好笑的是,連那些電商,騰訊,微博 就說,他們呢,你們不要再發表仇恨言論了 因為很多,到現在,雖然你說,就是 蘇州市政府都給了一個什麼 什麼無犯市民長,英勇救人,胡有平女士 但是仍然有很多,就是小粉紅 說,屌你老母,簡直是漢奸 殺人那個是異事,現在沒有仇 好啦,於是乎呢,老實說 你小紅書、騰訊那些 説會BAN他們的仇恨言論 那這一班人,不要說真心還是假意 大家都知道,他一定是有上面的指示 不然你怎會BAN這些 那連胡丁盤都說,大家看深一點 對啦,如果沒有中央定調 哪有可能他這樣說你們 啊,但是那班網民不就犯 現在是那些網民不就犯 屌你老母是,日本人跟我們現在沒有仇 屌你老母是遊戲我不玩 就是騰訊那些 愛國是必然的,最多我不玩遊戲 就是這樣說得真實 這些就是我們所說的 即是有時你覺得控制到 喂,屌你沒有理由公義是你的 字是你的 喂,好話不要聽,說壞些 令到人產生這樣的事情 出去殺人 又是你,好了,現在救人了 有個中國人救人,又是你 又是你威 嘩,你真是 這個世界又沒有這麼玩 呲種反誓的,這些 因為現在叫他們為不好仇恨言論 應該要尊重生命 怎樣呢 屌你,屌你老母是 你怎麼禁我 現在屌你,就是深仇大恨 有甚麼深仇大恨 有甚麼深仇大恨 你要去,即是老實說 見日本人就殺 你看到,現在大麻煩 蘇州的日本人真的真的走 真的走,他們很簡單 不要理會胡有平女士 即是跟車阿姨 據說是基督徒來的 是很自然的反應來的 見到你這個傻人 我不相信他在那一剎那 會想,上面那些是日本人 還是在哪裏 就純粹見到有個傻佬想上車 拿著刀 會否撫入羊群 於是,他去擋他 結果,種那麼多刀 這個當然是大意 最奇怪的 家人走出來說不用捐 不用捐錢 那裡真的奇怪 胡有平不是很有錢 他有三千多元 他有三千多元 最好笑的是 現在慢慢的 昨天說 原來日本的學校 是給了八千五元一個月去的 即是中間 都給了五千元 一個這樣的人 兒子下個月結婚 胡有平女士 他家人說 考慮清楚之後 決定不收捐款 還要他們 如果要捐錢就捐給 不知道在哪裏 什麼紅十字會 有沒有搞錯 我真是奇妙怪 不過這樣說 其實有很多的 你那天看到 即是 宣佈他 應該28號 說他不治 29號 那群眾 不是在政府動員 人有眼睛 走去獻花 這個世間上的事情 真是自然有個道理 偉人 不是這些 是偉大到不得了 是偉大到不得了 寫幾救人 令人佩服到不得了 他不會想 那一輩子就是一個大人 阿姨 要救一個年輕人 你自己問自己 做不做得到 他有記住 你問我 我在 如果我 我想我在 不思考的情況下 我也會這樣做 一思考 你會不會 我不敢說 不過通常我們就會 納一件工具有些不同 我們男人 即是在香港的例子 可能是 是變成 一對來自大陸的武士 是吧 見到有傻佬 想拿刀斬他們 是吧 不是 你不會想 你說真 你問心 現在有些少有幫大陸仔 有幫大陸年輕人 這樣 有傻佬斬他們 更何況 其實那時候 我想你沒有什麼 那個 電光火石之間 就是救不救人 你還去計算 黑鬼還是白人 是香港人 還是大陸人 那些人不是連去日本 日本仔 你想想 去印度 他必須打 打台灣 這些一向都是 你現在那群小粉紅 最打最怕那群 那群被社會遺棄的可憐蟲 說真的 你只是狐女士 尼流之際 即是搶救之際 別人成為日本 你看到 整個日本 跟他祈禱 祝福 是吧 為甚麼 大義 即是像日本領事館 這個真是大義 另外一個 這個 其實我也很佩服他 很重要 河北行水 有一個三水男童 跌入了十五米深的井 首先 其他事情不要說 我就不明白 為甚麼井城都會有些年輕人 跌入去 你想十九幾米深 你應該一定要找東西 浪高圍著去 沒得談 但因為井口極窄 成年人無法進入 好了 連救護員來到 都沒有辦法 在這個時候 那條村有個村民 叫趙成龍 今年三十歲 但身高低一米 即是好像剛才的 Shawna 那些情況 他可能是諸如 他就自動請英 於是他就在一些很brief的 briefing 即是消防員 教他 就把他調進去 救到那個 在井底裏 把那個小孩拿出來 那網民呢 都是 去到這些沒有關係 是否甚麼種族 那時候 那些人正常很多 都很佩服 就說 在一些鄉村 從小到大 都不知受過多少 爛眼和嘲笑 都還有 都還是那麼善良 很佩服 那有網民就說 喂 是否應該給一些實質性獎勵 這麼深的井 為甚麼沒有安全措施 我真的很奇怪 整個去 上面整個網 甚麼都要 那 那 我想 人 就是這樣 你說他不出來 他說 有些不同 因為他其實都是很安全 有這麼多消防員 去教他 還是怎樣 但是 這個世界 真的沒有必然要幫忙的 他當然是一個善良 又或者 他覺得 這麼危險 小孩在下面 救不到 沒有辦法 現在的消防員 等我來 是吧 都是一個善良的人 你說如果 他小時候 好像剛才那些網民說的 受過多冷眼 嘲笑 那些人稍微 一些心智 一移歪了 就得淡笑 你求救我 你們 真的會這樣 我們先看看 照成龍 他真的是人中子龍 雖然是這樣 矮小 那 你就看到他 OK 好 下一張 然後 為什麼 可能穿衣服也不方便 還要塗上粉 油 可能要調他下去 要保護他 好 再去 現在 還給他一些工具 這一個 叫他 套在小孩身上 然後 扯上小孩 好 再去 喂 要用一條帶 刀 刀 倒鑽 然後將他吊進去 然後 把他手上的衣裏 就給那年輕人穿 看孩子 然後再供丟掉那年輕人 喂 他不一定要幫忙 幫忙 那波爭好像很緊張 如果他真是非他 你一定搞不定 好 回旁 永遠應該應該會有些好事 我覺得好人的好事 好 諾益 出席這個音樂出末 Let's play together的記者會 就無緣無故說亡本論 他本來勉勵一個叫Yummy 中由美 一個叫Windy 占天文 我也不知道是甚麼人 就算你們一齊打歌 在樂壇有競爭也好 大家都要相親相愛 不要忘記初心 都很簡單 但突然無故說不要亡本 就令人覺得他有意有所指 是否說嚴明禧 因為據說嚴明禧不俗約 因為這句不要亡本 當然引發很多真問 而這一個說 有樂壇抖冊 樂壇風紀之稱的印尼 其實甚麼時候印尼有個樂壇風紀的稱號 是你們說的 又發表了 他就說 甚麼亡本論都不適合娛樂圈用 不要說現在的社會 亡本 這個樂小姐 是否是邵氏時代方小姐的馬仔 做個王家熙 把邵氏的管理方式搬到大台用 都不適合 難怪 跟著有欣尼又說 當年黃宇怎樣離開 捧不去的邵氏 為甚麼不喝水思源 很簡單 待遇不適合地位 當年周文偉 他是邵氏老臣子 為甚麼有自立門戶 他說 不喝水思源 亡本 當然不合拍 他說今年是2024年 拜託拜託 印尼的說話 他說 娛樂圈不適合 用這個亡本 即是說 其他圈 是適合的 那我不同意印尼 我覺得 他這幾個 尤其是黃宇 周文偉 甚至嚴明熙 這些 都不適合用亡本 因為他們三個很簡單 打工 打工 你去做服務 別人給你一份糧 你發覺 不適合 或者有更大的發展 於是乎 你就飛出外面 我真的不覺得 特別是嚴明熙 他要自己發展自己的歌手 他將來可能外面紅不得 也有自己選擇的代價 有甚麼忘不忘本 你捧我出來 我要簽你一輩子 一輩子就幫你嗎 是不是 好了 黃宇更加是 當紅藝人 待遇不夠的 我望和有酒 你真的要 說的 比較 在我們這輩人來說 周文懷 是比較不合當 因為他開一間電視公司 和大家對台 但是我覺得 都無可厚非 不可厚非 但是你說 是否2024年 就不 忘本呢 你要記住 執著外地打工 出去 其實個個都是這樣 譬如你現在 有時候我們看的一些 什麼 楊本一 以前去做酒家 學到一些東西 於是開了庫林 那 難道老闆又說 他不去 不喝醉思緣 你有沒有去忘本 那 你有良出 是吧 那你譬如說 喂 當然 你說做到怎樣 在競爭底下 做到 要賺錢老闆 但如果錢老闆 自己不該做 你也沒辦法 我覺得 就是 你不能這樣 我 就是 諾小姐 尤其是 喂 你嫌棄十幾十歲 女 是吧 他不俗約 不俗約 喂 我是一個基層的 出生 跟同學 跟他們成長 自己彈起了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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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闆 不是吧 叫我去下村 嘩你老闆 吃牛雜粉 你瘋了 嘩你老闆 你兒子 兒姑媽 哪個兒姑媽 那時候你去澳洲讀書 不夠錢 借了二千元給我們 那個兒姑媽 他現在身體不好 兒子說想和我們拿著五萬元 入私家醫院 嘩 我沒有搞錯 嘩 你老闆 那時候那二千元還了 給他 我回來不久 現在嘩你老闆 今天又說有病 你老闆 我開金礦嗎 嘩你老闆 原來轉頭你們 就跳舞 小了八十萬 那些叫亡本 你說這些打工 其實真的 阿欣妮我 我不是贊同 我都違和你 我嘩你老闆 你笑死人 老底臭 嘩你老闆 我今天入行 我簽了你 就一輩子 我嘩你老闆 要由你 恰急駁我 這麼大樂台 這麼大樂台 你大多人 不是 我嘩你老闆 我簽了三千元 我紅了也是三千元 我加了人工 他們都說 嘩你老闆 不行的 你亡本 我捕你出來 這樣就沒得搞 亡本 嘩你老闆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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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